话说日前特斯拉切拉创办人马斯克,在社交媒体透露了其私有化计划,令到股价大升,由于先前传出切拉财困快要倒闭的传闻,不少人沽空了其股票,因此被私有化消息协仓,损失不非,找个金主夹定义应付监管机构。 有人认为,马斯克可能会被证监调查,如果他口讲而没有具体计划,可能会被检控,我当然不知道这故事的内幕究竟是否属实。 然而,从换财技的角度看,这种出口述的协仓,技术上,一点也不是难事,因为他只需要找到一个看上去能够借钱给他的金主。 愿意承担责任,便已提供了足够证据去应付正交会。至于这明金主是不是真有者不现今,也没有相干,因为这个故事,只需要马斯克有理由相信对方有者不前,而对方又答应过他,这便足够了,因为对方可能只是老点他,又怎知马斯克会将此公开呢? 所以,只要双方夹定,做消息炒股票,非常容易,当然,这段时间双方都不能有买卖者股票的记录。 否则便拉紧了,有人可能会问,什么美国人都会做这种事吗?我回答说,其实所有坏事,包括金融市场做手脚,吸毒take也,都是西方人发明的。 我们不过是学他们意义,生人好,这就是某名大陆人说的,我们本来并不贪腐。 都是香港人教我们,硬塞到我们的口袋里,我们只是好学生,学得快,学得好意义。 我们不过是学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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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会。